多名員警進出大樓 瀰漫一股不尋常的氣氛 驚動大樓住戶 員警勘察完畢 帶著相關政務離去 大樓經傳有居家檢疫者 在家親身 住戶嚇壞了 桃園一堆夫妻上個月底 從日本返台 進行居家檢疫14天 前兩天都正常 沒想到3號負責聯繫的 區公所李幹事發現 兩人突然失聯 員警貨報破門查看 發現兩人已經死亡 警方調查沒有外力介入 也沒有留下任何遺書 初步研判是親身 對此桃園市長鄭文燦 也在臉書PO文表示 得知消息就立刻請相關單位 進行詳細的調查 也希望社會大眾 能給居家隔離民眾 關懷與支持 一同戰勝病毒 記者劉志展正人中黃玉涵 桃園報導